要求你这样一个报纸的学校 离开我们的教育的努力是很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也让自己吸带着我们的教育 听到我们的教育的好消息 我们这个人有点不大 我在这里也有一个告知 希望我们 希望大家多多重 使我们的晚年过得更好 好,谢谢大家 在校团最后一个要求就是 我们下次老师到我们医院去吧 大家都点费吧 好,我们最后请肖老师给我们接下来见 各位领导 我今天出的很高兴 也很激动 谢谢 西建设备主的董事 西建全体同学 跟我这个机会 我想跟同学们讲一下 我心想给大家讲的话 二十年 谭治一会间 同学们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岁 我们年纪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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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度数 测生才 六二年 六三年 现在 应该是四十二 四十三岁 就是我们年纪的小弟弟 五半的李康 二半的曲名 也是六五年生的 今年 也已经整整四十岁 人到中年了 现在你们在医疗卫生专线上 是顶梁主 是骨感 你们的工作担子很重 压力也很大 我希望你们 要足以身体健康 要保护好事情 你们跟人民健康生命 可千万不要忘记 保护好自己 要劳益就好 你们这个年龄段 你们的孩子 现在正在上着初中高中 你们还要花很大的精力 培养他们成才 你们的父母 现在应该是七十岁左右 到了老年 需要你们照顾 面对这一切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怎么行呢 我呢 感谢大家的关心 厚爱 我退休的生活 过得很有意义 学校也跟我们创造了 不少条件 我现在呢 听你们的话 听医生的话 把身体搞搞好 三十年 还能跟同学们在一起 同时 我想 身体好了 可以少让同学们 对我一份牵挂 也可以让校领导和同志们 跟我少一份操心 二十年 时间是很长的 我们四年一次的聚位 我们四年一次的聚位 也不算短 拆备中的同学 忙了几乎近一年的时间 当然还有我们南京的同学 还有Google点的同学 所以我们呢 要争取这四年一次的聚位 但是四年一次的聚位 因为大家手上 里里外外都有工作 丢不下 我们只有短短的两天时间 而且都用了同学们的 星期天 因此我们这两天的时间 要分分秒秒的 充分的利用好 我们聚位两天时间之短的 但是留给我们美好的违影 是永远的 我们同学们的情谊 我们施舍的情谊 是天长地久的 谢谢大家 谢谢肖老师 深情敏茂了 跟我们很多叮嘱 那么我们就 这个长话早说了 这个大家也从老人的地方来 待了这么长时间 老师其他老师的讲话 我们待会再讲 这样我们就晚间准备开始 在这之前我再把那个 活动的整个情况 外面有一个那个告示 大家可以熟悉一下 好不好 那么为我们二十年的聚会 大家举杯 祝大家身体健康 相会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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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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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